歡迎收看 今天的金錢到 好 接下來就是一個長假了 長假前戲當然亮說這很正常 所以今天很多的股票 延續性上 就不會像過去來這麼好 也會有一些賣壓 賣壓就是賣掉以後 準備要過完長假以後 再回來買的 事實上今天也遇到結帳的問題 所以很多股票在衝高了以後 會有一些部分的賣壓 當然 有很多股票在衝高了以後 法人這幾個月也辛苦了 坦白說 很多法人在這一次是負績效 因為第一季績效非常的差 你隨便去問一下 大概都知道 首先第一個半導體的 就不用講了對不對 你說你 重壓半導體的法人 你說我第一季有什麼績效 你也不用 觀眾也不是笨蛋 現在的觀眾也不會因為你是法人 去覺得你多厲害 你跟我說你半導體 除非你放空對不對 看你是台積電還是聯電 還是地積電還是聯發科對不對 你少來這一套 你跟我說你今天 除非你空手 高檔全出 然後準備低階 那我算你厲害對不對 除非你那麼厲害 大部分當然咬到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不是很漂亮 除非你在佈局上比較分散 但是不是所有的投資人 尤其在像投信 投信他們有時候因為 所以他們不能輸 不能輸大盤 所以很多比較大的部位 大概都會有配一些台積電在裡面 那結局大家當然就知道 那當然下去又上來了 不過對於我們這些 一般的投資人來講 你不是 你沒有法人的包袱 我以台積電為例 當然是高檔出掉 你低檔接更好 你何必報上報下 對不對 但對法人來講不一樣 他有時候就會報上報下 因為他們有時候 就是純粹看一個產業 他未來就是看好台積電怎麼辦 有的人事實上也報一年多了 對不對 現在的成本跟一年半以前的成本 基本差不多 好 所以其實 我這樣子來跟各位講說 全市場都很想在長假結束之後 四月大幹一場 要不然的話你想想看 並不是所有的法人 都可以像一般投資人這麼自由 你像我們這次押政策概念股 你說法人怎麼押政策概念股 他不見得可以 對不對 政策的概念股就如我所說的 有的在新軌 軍工拉一段 然後綠能的拉一段 然後很多人認為說防疫股不會漲 結果防疫股就漲給你看 對不對 那法人沒辦法 他要丟報告說 你怎麼可以買這個 對不對 不能買 不能買就漲停了 對不對 今天保齡不是漲停嗎 他說法人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這種自由度跟績效 所以在這種時候 你就特別發現說 哇塞 奇怪 以前 以前用的方法 我們現在都不能用 所以我們今天來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 告訴各位就是 今天的這個延續性 沒有大家想像的好 純粹是因為這個量縮 那樣說很簡單 因為放長假 你放長假 你說你今天在這個地方做進場 你一定是看4月份的行情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們這樣子 我在這邊可以買一檔股票 比方說我現在跟你講 我明天一定買一檔股票 因為明天是長假前夕的最後一天 既然大家都知道 代操 法人圈 都打算在第二季搬回這個連綿 那第4月的行情就一定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不會等到長假結束才買 我們會現在先做進場 一般人 他可能就想法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寧願等到長假結束來買 聽完我今天的節目 你可能就改變你的想法 很多的法人圈 很多的業內 都希望在2月討回顏面 第二季討回顏面 第一季輸太慘了 對不對 買什麼幾乎都賠 然後你看嚴格來講 當然抱起來做上了那幾支還可以 你說假如說我們來講說 創為智元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新唐 中砂 然後博智對不對 當然今天的話 一定還加上一個圓太對不對 那麼多大頭鏡 全部加起來 集體拱那幾支 慢慢的飄上去 但實際上 那個距離好像也拉不出 兩根去掌停板的感覺 所以他們都很希望在這個 第二季扳回顏面 對於投資人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好機會 實際上 第二季的確也是今年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第一季確實 因為所有的利空 都集結在這邊 其實我認為打底完成了以後 只要亮人一回來 行情的表現上 就會變得很活潑 所以我覺得 4月 5月 6月 法人全會卯足全力 製造很多標股出來 我在這邊也勉勵各位 我覺得這是各位的大好時機 我們一起來看 有的時候你要想說 如果第一季法人 績效太好 對你來講不是好事 因為他第二季會守住 你知道我的意思 好比說你打籃球 你上半場贏了50分 你第二場 或是你踢足球 你上半場贏2分 對不對 你下半場一定就是在後半場防守 你不要被人家進球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概念是不是很清楚 假如說你第一季 反而輸了亂七八糟 對不對 被打得七零八落 你看外資這次把投信耍得 跟什麼一樣對不對 管你連續幾賣對不對 外資賣給你看 這一次第一季的勝負很明顯 你覺得投信 第二季會不會反攻 他會強力反攻 你反而要 這個時候你反而要 寄託希望在投信身上 對不對 你因為他一定要全力反攻 他上半場輸1分 他下半場要不要全力反攻 所以我覺得第二季不要鼓很多 拚了命 我覺得他們會拚了命做 你反而不要去看那種第一季 績效太好的 他第二季可能會防守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那個避開當中的一個資金節奏 這是現在盤面上的比較重要的重點 當衝的資金節奏 大概葛日聰當衝大概分兩種 第一個就是說 早盤開一個小高 早盤開一個小高以後 大概守到半小時 那會開高一定就是有利多 那如果衝上去 在9點半以前 這有分兩種情形 9點半以前去衝到那個9%附近 那這個時候絕大多數 會被那個市場上一個蓋頭反壓 壓下來 那如果說你10點前就鎖上的話 那你有分兩種情形 這中間又要再分兩種情形 你這個紅棒是第一根還是第二根 假設是第一根 而且你是在10點中以前鎖上的話 這張股票明天只要開高 有78%的機率會掉下來翻黑 就像今天的什麼 像今天的德偉 上個禮拜的中砂 對不對 前天的新唐 那如果你是鎖不上的 然後你的8%是初期 那早上10點中以前的 會被蓋一根上影線下來 那這個時候 你的買點在什麼地方 就是尾盤灌出來的那個地方 那假設說 這一段股怕它鎖上了 明天開高壓回來 你買點在什麼地方 關於這一點喔 我拿兩個例子來跟各位講 這是台勝科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買單第一天出來 從高檔灌到這個地方 剛好是起張點 那我再來講一下中砂 這個地方剛好拉回來 到當時最後一波的起張點 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說會直接灌到當時的起張點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講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當沖節奏 這當沖包括當沖跟隔日沖 那麼最佳的買點 當然是在它拉回的時候 跟一開始 第一次N字突破的時候 因為你一定是N字突破的人 那是來幫你鎖 所以第一次拉上去的時候 隔天開高你可以先出一趟 那如果說沒有出現鎖上開高的話 而是出現在隔天早上 10點鐘以前它就來到8%先出 尾盤它接回來 好 那假設說你說 你出了以後又被鎖上怎麼辦 這個時候隔天開高也會掉下來 你不用擠 出就對了 出在89%沒什麼錯的 假設說你出在89% 你隔天開高沒有掉下來 那就表示下一次什麼 氣氛變 這個就是說一個市場的節奏 在它沒有變化之前 它會沿著原先的節奏繼續走 這個成交量要放大 才能夠改變這個節奏 那是廉價以後的事情 我們先在這邊繼續講 第一個結論就是說 在4月5月6月的行情當中 除了選股之外 選買點也很重要 我們看到今天尾盤一樣 有這個當沖的節奏賣牙跑出來 不過今天因為成交量相對比較小 今天很明顯看到 第一個成交量比較小 你看縮掉不少對不對 明天我想估計會更說吧 但是這種現象在長假結束之後就會 改變 因為你放完假了買單就回來了 現在的賣壓就是以後的買盤 所有在今天賣的跟所有在明天賣的 都會在長假結束之後買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量就回來了 那你倒也不用太緊張 所以其實基本上只要看一個東西 下方雙底是形成的 那麼這個疫情的缺口是回補的 長紅之後接觸於小黑 小黑是亮縮的 那就無所謂 所以在這個長假結束之後 這個地方走一個中繼者 你再上的機率就比較高了 那這邊要開始買一些四五六月的行情 好這是昨天的得危 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有沒有直接灌下來對不對 灌下來後尾盤 有人在這邊做承接了 搶一個反彈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補一個缺口 你說它這個地方真的翻空也沒有翻空 因為你抓它的每一個低點 是不是都比上一個低點拉得高 這個地方你看微微跌破對不對 微微跌破 可是第二天就收上去了 這都不算破 但它每一次的低點都比上一次還得高 對不對 所以多方格局是沒有錯的 但是呢 你如果追上去才買的話 有的時候就會中招 那拉回來等亮縮就是一個買點 好那我們看一下新唐也是一樣 漲多以後當然有黑棒 那今天有一些結帳的賣壓 可是我們看到剛剛起漲的MCU 就沒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我們看申犬今天反而是創新高的 那我們來看到迅捷 對不對 他也是一樣在這邊創新高的 所以對著族群當中 你可以把握這個節奏 因為領頭羊在衝 衝多了他就會在那邊震盪 我們就買條件相對好 但是股票剛起漲了 我想這個概念千股不變了 四月當然也一樣 今天我們來看到2050年 近零排放入境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 有的人出來講說 有可能有的人覺得不可能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重點 因為這個就好比像是 市場上很多人喜歡 在這個時間點去討論戰爭 這件事情一樣 那麼合不合談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首先第一個 你相不相信普丁這個人講的話 對不對 你覺得他講的話可不可信 如果普丁他講的話 不是一糯九鼎 甚至於是值得懷疑的 你跟他和談 有什麼結果 其實你拿這個東西的節奏 來做你的股票 不是很有問題嗎 比方說他跟你說要和談 然後股票開很高 那你就去追對不對 像昨天 普丁說我要和談 結果你就去追對不對 發現普丁又反悔 對不對 哪一天他可能又說了什麼話 他又跌下來 你就罵他 普丁說話不算話 出爾反爾 這個問題 回歸到 回歸到操作這件事情的本質上 你覺得你應該灌普丁 還是灌你自己 他的話本來就不可信 你為什麼要 以他的話作為進出的節奏 你應該是以股票的股價強弱 作為股市的節奏 就好像說這次 歐洲戰爭打了一個多月了 美國股市長那麼多 華爾街的大戶新知肚明 他根本就不管你講什麼 對不對 他覺得要做多 他就開始買了 所以投資朋友要了解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最近也聽到很多的觀眾 也在那邊講 跟著很多投股老師在那邊起舞 講到自己都變成戰爭專家 以前都不知道東歐地圖 現在都可以畫了 結果的績效好不好 你股票今天有漲停嗎 對不對 節奏不對 節奏不對是因為 你以為世界是照著新聞走 錯了 新聞是照著世界走 他給你看什麼新聞 由他決定 對不對 這個結局是反的 對你來講 你的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 叫做什麼 叫做股價 你的人生應該是跟著股價的起落走 對不對 就像以前 以前有一些基本派會講一句話 說不要在乎股價 只要在乎他的 你看到的是什麼 有一句話叫什麼 你看到的是價格 我看到的是價值 對不對 這種話你信嗎 我看到的是你帳戶還差不多 對不對 因為決定你輸贏的就是收盤價 還有什麼 就只有收盤價而已 還有什麼 沒了嘛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好今天中興店 開高震一震 正常 因為今天這種狀況沒有量 你又開高當然會震 賣壓就出來 這其實也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講一個重點說 實際上你看那個收盤價 他又收上去了 越收越高了 雖然說他這邊有量對不對 然後有人說 這個地方會不會高檔 黑K帶量 那又怎麼樣 他越盤越高了 對不對 這些股票都一樣 越盤越高了 假設說你 你要避免今天追在高點的話 你就是開高本來就不要追 就這樣子而已 開高何必追 我也不會叫人家追 不要追就好了 拉回來買 那我們看一下保齡 這個是政策的股票 對不對 防疫算政策吧 防疫還不算政策 什麼叫政策 對不對 這都快篩 好快篩的族群 當中包括雅木爾法 上禮拜展過一次 上禮拜展過一次 很多人出來湊嘴說 生計不會漲 所以開高這邊有人賣 千賣一趟 他可能會想要買回來 當時他的買點在這邊 你賣一趟又回來 他就買回來 對不對 你說最大高點的 假設他都不能夠解套 就代表這個不是波段 如我所說 一旦你拉回來 能夠再解套 你就全部都是波段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最簡單的定義 所以最簡單的定義 就是一旦你轉弱了 你都不能再解套 那叫做反彈 就算你最大高點 過幾天你又解套 而且你賣掉以後 還賣錯 還創新高 那就代表是波段 因為那一定是N字的定義 所以你就上去 今天趕上去的周線都是紅的 明天只剩下一天 太薄 毛寶這個是清潔的部分 我現在來開始講重點了 說到防疫這件事情 可以做的當然很多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快篩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 防疫的話還有流通股對不對 比方說送貨的 你看宅配通這些 哪些都算 然後當然清潔用品算 之前跟各位講的疫苗 當然是大魔王 因為今年來講的話 真正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講廣銷型疫苗 你看這個股票 當時從大概90 漲到100 120 130 現在這個疫苗也佔上200 從這個位置到這個地方 從股災到美國升息 然後到這個拉回 到投信結帳 到發生戰爭 三件事情 四件事情都過去了對不對 這股票漲得超過100% 好 現在就開始講一個重點 廣銷型疫苗 所以任何一個行情起來的話 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一個精神領袖 這一次很明顯 我們說每一次 其實你看到魔王出來的時候 很多他題材都是新的 對不對 像這個就是新的 這檔股票他至少 我至少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在前年 生計股極大的時候 他沒漲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重點來了 剛剛各位說這個快篩 對不對 既然如此 有哪一檔快篩 在前年是沒有跟 恆大康大相一起漲過的 那答案是不是就出來了 因為現在市場上很簡單 我覺得是不要弄漲過的 你跟我講什麼ABC 瑞基 當時你們都漲過我不要 我要新的 因為唐基就是新的 有沒有新的 有 而且在新櫃裡面 沒漲過 為什麼沒有漲過 股災之後才掛牌的 股災之後才切入這個領域的也有 四月的反攻股 現在來講一下就是說 很多股票在這邊反攻 初期自勝 因為四月其實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第一季很多投資人 代操 業內 投信 其實第一季做得不好 嚴格來講外資做得也不好 外資只是蒙著頭一直賣而已 對不對 所有這些法人圈 你要在上半年有立足之地 你就是在第二季反攻 你沒別的路了 沒有退路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反而可以趁他們這個機會 剛要佈局的時候 來佈局這個股票 像我的立場很簡單 我明天就會進場 我要長假前夕 我們就抱著四月份的前一股 一起來過長假 邀請各位跟我們一起來 先進一段廣告 時間到了 我也沒去接我孫子放學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我是不是要去吃銀杏 後來我在電視上 看到醫生推薦了白蘭式一家 我就去買來 吃了一個多月了 現在思考活絡清晰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棒 其實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是很精明的 但是我發現我退休以後 我思考力就不像從前了 經常會找不到手機 錢包 辣都辣細的 但是自從我買了醫生推薦的 白蘭式一家給他以後 一個月下來真的有差 思考反應都變得很順暢 心情也很開朗 現在生活有條理 不焦慮 也不用讓你有擔心囉 白蘭式一家生態精華定 現在訂購五天份體驗價 只要299元 快撥打0800-864-080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風塵夫塗 舉個基本面到深夜石炮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在台東 釋迦樹承載著 許多婦女的希望 讓我們為台東獸報婦女 點一盞燈 給她們支持 陪伴她們自力成長 經濟獨立 給她吃 給她吃看 她不喜歡我 她不喜歡我 我不想變成什麼 一切都是為了恩妻 從現在起 你要承受撕心裂肺 後悔末期的痛苦 因為你把自己的孩子害死 你快說清楚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千瑞珍的命 你先幫我保管 這就是你說的那個項鍊證據 千瑞珍也知道嗎 她女兒不是真凶 是你殺的嗎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昨天跟各位講 東簡出現第一個日落 日落很簡單 就是說你這一波看 你賺多少錢 日落你就先把它賣掉 你不見得一定要賣到最高 不過你賣掉以後 你可以讓它整理對不對 你讓它這邊整理一段時間 它這個一定是拉回要整理 整理的話就要等它亮縮 像這個拉回整理亮縮有沒有 但因為它這個地方有點加速 所以它整理的時間 這邊是三天 這邊可能會比較久一點 那不管怎麼說反正很簡單 反正你有賺 就兩成 三成 兩成 三成 你這幾天賺到 剛好你昨天出掉這個錢 可以把它挪到新的股票上面 那你今天是不是在盤下 可以買新的股票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一棒接一棒 這就可以說明一件事 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每一個階段 你都可以來找我買新的股票 那幾個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當然 你可以先加入Light 比方說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禮拜三 是怎麼寫 對不對 平常我們Light都在寫這些 比方說我們像政策概念股 很多人忘了一件事情 電動車本來就是最大的綠能股 對不對 這種東西我們在盤中會提醒你 那原因在哪邊呢 就是說這些內容 我們會帶股票給你 第二個就是 你看像這個國發會 它講說2050年 這個禁零排放 對不對 然後提到 除了電動車之外 電源管的IC也算 要不然你怎麼管理電源 對不對 所以今天早上 你就會看到有幾支股票衝一段 有今天早上衝一段 冒打他們都衝一段 早上的時候 雖然留一個攝影線 有沒有 有啊 有衝一段 這種東西都是提前寫的 對吧 所以提前這件事情 那很重要 所以像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有時候你看我們的股票 說不定你自己隔天跑去追 或怎麼樣 那你不知道我們事實上 站在哪一方 因為我們也會賣出 對不對 所以 當然你加入Light 你加入Light還沒有辦法做到 完全百分百的跟我們同步 你要直接跟我們一起操作才可以 但是 至少你加入Light裡面 你可以快六個小時 至少你是在盤中知道 你早一天知道 加入這個因為是免費的 所以鼓勵大家加 然後尤其這一次 廉價的過程當中 你現在加 剛好可以把我們的理念看一看 對不對 好 那不管你 未來有沒有跟著我們做 我相信都可以幫助你非常的多 因為你們加入Light 也不是第一次的 很多投資朋友們都加入過 很多各個老師的Light 裡面多半是哪一些 我好棒 我好準 我好強 我好厲害 我好神這樣 你看了都煩了 難怪你不想加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真的是在教學 這一點我可以跟你講 我們真的是在教學 或者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會幫你佈局一些股票 接下來看盤的重點 所以很重要 明天因為要長假前夕 三個小時 所以你現在加進去的話 明天早上會看到我的第一篇 好 我們看一下 車店的概念 昨天跟各位講 像這樣股票今天早上就順利翻紅 因為他是日級別 週級別都是一個日出格局 元泰因為今天有一個結帳的動作 拉上去有部分出 賣單出 但你部分賣單出的話 收盤價是越收越高 反而他留了一個上影線 就代表怎麼樣 想出的人已經出掉了 隔天如果繼續收上來 他買不回來了 買不回來了 我們看一下金鴻 這個期待他能跟重新商會 基線的上放 看家族能不能一起走強 我們看茂達這個標準的 早上有預告的 電源管來一起 沒錯吧 昨天這張季線今天就公了 對不對 所以早一點知道是有好處的 但我們在財配通 這個就是物流經濟的概念 這個缺口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你看禮拜一跳空的缺口 很多人都認為說不會解套 很多都解套過去了 很多都已經解套過去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集團就動了 我們現在幾個重點 我再講一次 來聽我說 站上季線 很多股票 你看比方說 甚至新唐在漲的時候 對不對 很多股票它位置比較低 對不對 它是剛剛在季線附近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拉上去的話 你看深圈就連漲三根 對不對 那你新唐在這邊 已經偏離季線比較遠了 拉上去當然會震 那你邏輯是對的 其實你就可以抓到這個錢 所以你看我們抓這個地方 1月的一個 一些黑馬股 你可以看到 第一季的黑馬股 很多是剛剛站上季線 那個都是準備 第二季要做帳的 因為你第一季已經做帳完了 你現在要抓第二季了 找那個剛剛站上季線 好 那我們看到 三副 創新高 這說明一件事 解封跟這個防疫一起漲 也不奇怪 因為這都是政策 再來我們看到廣友 昨天說過 接下來就看這個月線 下個月 下禮拜回來 這個地方能夠拉出去 做一個N支 這一支過去的 會有三支跟他同步 至少三檔跟他同步 4月的反攻股 明天早上就進場 務必把握這個機會 明天是最後一次 在長假前夕進場的機會 提前來做布局 那麼放假回來 一開工就可以 往上來做一個反攻 好 把握這個機會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施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